在韩国娱乐圈,明星压力还是很大的,明星自身状态也不是很好。 在电视剧《回家的诱惑》中,女主就是一位韩国女星,也是大家很熟悉的邱慈炫。 16年初到的她开始了《演员之路》,大家对她的印象是品如。 甚至去年因为各种网络用与邱慈炫再次走红,也有人发现当时的她十分完美。 如今邱慈炫加到国内,和丈夫余小光可以说十分幸福。 但有人说邱慈炫的人生很坎坷,不能理解为何余小光会选择了她。 在她十八岁的时候,邱慈炫完美一面,让人心动,很多影视中都能看见她最为性感的一面。 另外网友翻出她以前最为性感的模样,其中邱慈炫穿着白色的金银,但河边坐着的模样十分性感诱人。 可以看出那时候的邱慈炫眼神还很羞涩,但从她的身材来看,即便很多缺小花旦比较,也依旧有久违的少女感,同样会让旁人两眼放光。 原本韩国的美女就很多,但像她这样的女星却很爽,所以来到国内发展也比普通人更加顺利一些,你们会不会爱上她呢?